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希望用我們的成長過程 和我們學回來的東西 去教育我們下一代 可能是活在類似邊緣 希望可以改變他們 想將這個 用來希望文化 很多人都認為是一些不好的東西 其實我們是很好的 我們是很健康很正面 去帶動一些能量 去給一些年輕人 去做他們想做的事 HUMOR18歲 小學三年級的時候 又發現有讀寫障礙 中學的時候受到同學 甚至是老師的排斥 漸漸變得沒有自信 予以同人接觸 上了中學就明顯一點 就 太功課不做功課 只要放桌面 一回學就睡覺 睡醒又回家 你覺得真的沒有人明白你 真的好像沒有任何人明白 有讀寫障礙的我是 怎樣 21歲的Sony是新移民 由於父母在內地工作 而將他記住在朋友家 在沒有人看管底下 他曾經試過走歪路 誤入祈禱 現在在我身後 就是我以前 在壞的時期 逃開 還有真是很壞的地方 我以前會試過 在這裡和 吃煙還是梗 這些是最常做的事 還有會試過 在這裡和別人所謂的 傾訴 即是可能是哪些不對 哪些不對 即是講數 對 那些 我來和別人講心事 傾訴 不是那些傾訴 只不過是用一些 好一點的文字表達 在那個時候 家人對我的關係 覺得 或者用一句嚴重一點 就是生個叉燒 那個生理 你會覺得 就是我這個兒子 都沒什麼用 就是 試過我爸爸 曾經對我說 就是 你 即是我排第四 我有時當你一四 就是因為我不生性 在偶然的機會下 他們接觸到 哪一個團體 正宣揚以皆無 重新發掘一班 邊緣清靈的潛質 從而帶他們 重回正軌 劉文和Sony 就是這樣 逐步找到他們的人生方向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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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Human和Sony 經常都會參加比賽 或者是街舞活動 除了表演 有時候由搬搬抬抬 到報紙場地 他們都會親力親為 可以嗎 在高時期 你現在在做什麼 在組織工作 有沒有學過的 其實沒有學過 就是哪學哪做 哪做哪學 覺得怎樣 很棒 行前 生活上很多的應用 我們可以躺下什麼 例如這些 或者 可能是 會搬東西 或者清潔 不要那麼高 低 低了就可以了 不要碰肥 但是低了 Human 做這些學到什麼 嗯 很明顯是團體精神 嗯 而且有些帶領的 帶領的技巧 如何控制一隊人幫你去 這邊多一點 這邊多一點 低一點 低一點 慢慢去控制 Human是怎樣的 人來的 怎樣的人 我非常之 聽話聽教 很重要的就是 不怕自己 我相信一件事 他們需要機會 我的工作就是找機會 他們喜愛是機會 機會 機會是需要別人一起去給他們 所以全香港 總之是覺得值得付幫他們 就要給他們機會 這個專門協助高危青年機構 透過定時的外展計劃 將時夏年青人感到興趣的玩意 帶入他們的世界 希望從引發興趣開始 逐步了解和引導他們 而屯門和天水圍 就是他們主要的外展地區 我們通常外展的話 我們都會在區內不同的地方 或者我們常常有 即是年青人比較容易聚集的地方 例如公園、平台等等的地方 我們會出去不同的地方 去找一下地方 有沒有些年青人坐在這裡 我們每一晚其實 情況都會不同 因為始終在街的狀況 每天都會變 你們這麼有型 你們現在拍攝 腳架在這裡 這麼專門是誰 你們是中四嗎 搞IT 你們自己玩 還是有目的 是送給別人 還是什麼 就是功課 功課 這麼開心 是什麼科 風式 誰主唱 今天不在 今天不在 你們如果有興趣 可以了解我們的服務 也可以去找我們 剛剛派了一些卡片給你們 上面有個電話 你們都可以WhatsApp我們 是 我們逢星期二都會在銀座 會有個活動 有不同的東西玩 我常常都會用一個 急救車的理論去說 我們就好像急救車一樣 其實我們就是出去不同的地方 去做一些診證 我們其實就是在區內 不同的地方去了解 有沒有哪些特別的年青人有需要 我們主力就是做一些滲透的工作 可能介紹一下我們的服務 留下一些我們聯絡的方法 希望可能日後他 或者他身邊的人 有需要的時候 都可以有個渠道找我們 所以今天其實我們都算成功 因為我們都播了很多不同的種子 有很多年青人都可以 大約了解到我 有這個服務在這個區內 所以我們都在做 是 是 外展活動之後 Human和Sony就會以導師的身分 在基地上新加入的年青成員 當中的阿迪就跟Sony學了跳舞半年 街舞也改變了他 就是做事積極了 以前就懶懶行 連上學都遲到 現在就積極了很多 還有就是做些事 落力了 我想如果我沒有接觸過街舞 我想我會 第一沒有那麼多朋友 我想不會很會跟人溝通 沒有很多朋友 不敢去想像 因為其實以前的生活 真的 現在的生活 對比以前 如果去想的話 真的很恐怖 我覺得 真的不敢去想 但是 如果真的會 我會幻想 如果 我今時今日沒有接觸街舞 沒有整天今天的街舞導師 我會覺得 首先 我會跟家人的關係 不會好轉 我是因為跳舞 跟家人的關係 是 好很多 大家都好聊天 藉著舞蹈 找到人生方向和理想 對於街舞 他們都有一個清晰的目標 因為跳舞我才可以出國 所以我很希望 我用跳舞這件事 用出國的機會 去告訴他們 我是香港的舞者 我這個是我對跳舞的目標 我覺得跳舞最重要的就是 有一群隊友 有一群家庭 好像家人對待你的朋友 兄弟 所以 很想跟他們一起走下去 一直走到 好像我們酷的隊名 地平線 無遠無盡